我們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實際的健身 其實之前就一摘喝嘛 我需要站起來展現一下身體 吃了大概一個半個 大家都知道飯要吃氣氛飽就好 可是我是餐餐吃到很飽 就是餐前一杯 餐前一杯你的食量就會少一半 我覺得有趣 所以它很適合在大餐前吃 你就把它這樣倒出來之後 然後它有這個顆粒 這個顆粒其實是蘿勒籽 它的飽足感是其他等 而且泡了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個蘿勒籽 它其實就比較泡出那種 好像有一層外膜的感覺 那其實一增加以後 你的胃的那個飽足感就會增加 一般的水溫就可以沖泡 外觀其實它喝起來很像什麼 很像那個維他命C 香香的 香香的 然後還是可以吃 可是你的胃已經有一半是滿的了 那接下來你還是可以吃 只是你知道你就每一餐都可以少一半 那你的體重是不是就可以少一點 就算了